來 競載月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 這請多吃 上禮拜美國股市表現非常亮麗 美國的稻球持續性創新高 很棒 美國的科技股大漲80點 再創列新高 當初美國科技股回檔 我們告訴你 它當然有機會再走高 為什麼 美國各大企業的財報數字非常亮麗 不然是蘋果 Google 還是臉書 企業的獲利水準 總是要反映在股票身上 所以不管是美國的科技股 或是美國的稻球再創新高 對於台股的貨市 絕對是正面的 今天台股為什麼只小漲15點 很多人是不是又大失所望了 股票市場有它既定的行情 既定的走勢 會發生 所以如果大盤 目前是在一個低檔區 它如果需要一點時間來 仰空 右空 它不用急著漲 只有在低檔區 發生這樣的一個 仰空 右空的一個效果 那溫水阻情亡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上漲力道 你才看得到 所以對於這禮拜的盤市 它會怎麼走 我們請打播播一下 上禮拜五 我對這禮拜盤市的預測 壓尾修正對不對 那很明顯是一個收腳指跌的現況 所以下禮拜的走勢 應該是一個區間整理 會反部墊高的盤市 我先告訴你 上禮拜五 我有先告訴你 上禮拜五 盤都跌了一百多點 收腳指跌 但是我認為是一個區間整理 反部墊高的盤市 只有這樣慢慢的漲 那種溫水阻情亡的力道 你接下來才看得到 所以這個盤 好好操作 不會太難操作 給我時間 我給你利潤 就像這一檔文帽 在上個禮拜四 當時候大盤指數 紅K棒 漲六幾點 你會看到文帽 當天開盤跳空下來 重挫 好弱 那是你的感覺 我的感覺是怎麼樣 上禮拜四的文帽 跌下來可以買 為什麼 你自己看一下 文帽 它是領先大盤創新高 大盤跌了百六十點 文帽創新高 領先台股創新高 它又領先台股下跌 當然會領先出現買點 這是強勢股的一個操作 所以上禮拜四的文帽 你一定會覺得 比大盤弱 對不對 大盤漲六幾點 文帽還跳空下來 文帽是沒有救了 什麼是看到未來 文帽 10月營收金融度的新高 年成效率高達73% 回檔三天 跌下來可以買 很明白的告訴你 所以今天文帽 整理了五天 五天叫轉折 9點24分 文帽的基本面 上禮拜已經講過了 回檔五天 今天出現紙碟訊號288附近買 9點24分告訴會員 24分 文帽的股價287 你去對時對價 今天文帽288一定買得到 這是我們今天的動作 手盤305 買288今天賺17塊錢 台股今天小漲15點 你今天跟我買文帽的 你會賺17塊錢 所以我常常跟你講 贏家三部曲 對於行情 會有所規劃 就像上個禮拜五 台股盤中大點100點 你是不是認為這個盤很悲觀 我認為這個盤 先整理一下 先養空又空一下 對 等到時機成熟了 它放個量自然會往上走高 所以贏家三部曲 總是會幫你規劃行情 文帽我上禮拜有沒有跟你做預告 我今天有沒有做執行買進的動作 最終我會帶會員獲利下車 所以文帽上禮拜四 它回檔修正 跳空了 好弱喔 跌下來可以買 是我當天給你一個操作建議 你當天去買288也一樣買得到 當天最低點286點入 只是說今天是五天的一個轉折 我認為今天買會比較漂亮 所以文帽今天288附近帶會員買 買在平盤以下 沒有我的口訊 文帽今天來到288你敢買嗎 問問你自己 你是不是覺得今天台股呢 表現好弱喔 美國股市大漲創新高 台股還翻黑啊 翻黑不是你的機會嗎 我負責創造機會啊 你自己把握住機會 288跟我買今天可以賺17塊錢 收305啊 所以對於這個盤的一個架構 很多人認為操作難度有點高 沒有錯 因為經驗成長剩不到1000億嘛 那樣的開始萎縮 大盤指數開始整理 依然整理 個股的表現差異性一定會很大 所以今天文帽我們可以賺幾塊錢呢 你賺了幾塊錢 上禮拜台股這一天大漲 漲了六十幾點嘛 來到短波高嘛 我有沒有把昂寶做的調節動作 上禮拜四昂寶賣在256 上禮拜四的康控賣在117 就是上禮拜四台股 來到波段高的這一天嘛 那這兩張股票 今天呢 康控剩368 我賣117的 那今天的昂寶呢 剩235 我賣幾塊錢 我賣256 如果上禮拜這個位置 256你沒跟我賣的 差了20塊錢 所以我講過 我是會待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如果我上禮拜四的昂寶 我沒有賣 我要賺錢又變了錢 是不是 如果幫你反辦為勝 如果幫你創造一個波段利潤 一個價值所在 希望我這邊的口訊 你可以全程來帶到 昂寶第一趟 買在11月16號的231 前三季就賺你股本嘛 所以11月16號231開始買 買了之後衝高最高300 11月29號我賣在297 很清楚的抠訊 從代進到代出 這樣一買一賣 10張66萬落袋 297賣完之後 股價回檔 來到12月16號 差了44塊錢 我253我做接回的動作 當然台股重做 跌190點 昂寶強勢肌股 253就低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的一個操作的一個 TEMPO 通常大盤大跌 我喜歡高速會員 站在買方 大盤大漲呢 我也喜歡高速會員 站在賣方 低進高出的原則性 在股票市場上 比較容易無往不利 最高殺低呢 通常都是輸家的一個宿命 所以呢 平盤以下的昂寶 253D接回來 我當天就公開了嘛 那隔天 12月7號的昂寶 跌到243啦 套了幾塊錢 套了10塊錢 我看好啊 所以我並沒有閃躲 我應該對待會員的責任嘛 我沒有躲起來啊 不是這樣 所以呢 12月7號昂寶 看好啊 看好情況之下 12月8號 237附近再買 再加碼嘛 別怕啦 該停損我會停損 該加碼我會加碼 這是我們對待會員的態度 所以昂寶一個架構 吳青龍老師讓你扣 怎麼反敗為勝 買在253 加碼在237的 接下來 上禮拜我談到242沒有賣嘛 上禮拜三談到249.5 還是沒有賣嘛 直到上個禮拜四 對不對 昂寶啊 趁大盤嘛 談生了六十幾點 256賣啊 9點20分告訴會員的啊 當初交代256.5啊 賣得掉嗎 自己去對時對價 所以我兩筆單 是不是都賺錢了 買在253的賺3塊錢啊 買在237的賺了快20塊錢啊 沒有錯吧 是你看到我們如何一檔股票 在短套的情況之下 讓我們會員呢 變成一個獲利的一個結果啊 什麼是貸進 什麼是加碼 什麼是貸出 應該同樣看得很過癮啊 所以呢 一檔股票啦 第一段 賺66塊錢嘛 這一段是最好賺的啊 那這一段回檔下來 從253結尾之後 到上個禮拜四 256賣嘛 這個賣點 有漂亮嗎 我問你啦 大盤當天是不是大漲 我利用盤是大漲 賣一些個股啊 所以呢 上禮拜四的昂寶256賣 接下來呢 當天收246啊 什麼價位可以接回 禮拜五收243.5啊 現在昂寶呢 收236.5啊 差了快20塊錢耶 差了快20塊錢耶 可不可以接回 有沒有 可不可以接回 同一套執勤 如果昂寶賣出了一個 這個執勤部位 有更強勢的一個結果股 等著我買 我當然會把執勤 磨到這邊身上啊 因為我們對待會 有一個持股的投資組合 大概三黨左右啦 三黨喔 集中火力嘛 不管你用多少套的資金 來跟我合作 對 不管你的資金不會是 100 200 300上千 都一樣 三黨左右夠你賺了 可以做股票 兩三支有夠你賺了 但是如果不可以做股票 每天都是不一樣的兩三支 一禮拜十幾支 你是沒辦法照顧嘛 而且資金分散的效果 怎麼會有火力 集中的一個效果出來呢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昂寶賣在 256今天剩223 6.5 可不可以接 看我資金怎麼運用嘛 如果有更強的 買其他更強的 如果沒有更強的 同一套資金昂寶 隨時都可以機會啊 既然是anytime 你要stand by啊 不然你怎麼知道 我什麼時候做機會 那機會之後要不要賣 很多人是不會賣股票的 在這個市場上 你會成為top級的贏家 就是因為你的高檔區的一個位置 你要懂得賣 做這個人探錢捨不得賣 然後賺錢便賠錢 賠錢更不可能會賣了嘛 這是很多同樣的一個通病啊 所以如果你到現在 你是因為不會賣股票了 讓你產生一個 非常套勞的命運了 希望我這邊如何帶盡 帶出完整的一個流程性 一個掌握 是可以幫助到你的 就如同這一檔新運嘛 12月13號 我賣在94 量價不對稱了嘛 沒辦法過高啊 還記得吧 這時間價位我都給你對過了啊 新運沒辦法過高94夫去賣嘛 當初價格在94塊半嘛 94塊錢保證一定成交啊 12月13號的新運賣啊 對最高還漲到96.8嘛 那一天我認為沒有拜相啊 沒有賣出的訊號就沒有賣嘛 直到過了兩個交易日嘛 12月13號賣的啊 賣94嘛 相對高頂我懂得把檔啊 這樣就夠了啊 你怎麼可能賣在最高點 一檔股票最高點 一定是下來你才知道 那是最高點嘛 當下最高點 誰都沒辦法判斷出 是最高點啊 所以至高點懂得賣 相信今天新運呢 從我94賣完之後 剩81.5啊 差了十幾%啊 是不是 怎麼進了怎麼出了 應該很清楚吧 從11月27號的82 開始買新運嘛 接下來漲7% 接下來漲停板啊 接下來漲8.9%嘛 直到12月13號94賣啊 就這一天啊 賣啊 賣完之後下來 要不要低接 我會幫會員做決定 操盤手的義務 不僅要待進待出 投資組合 絕對不能亂方寸啊 三機就是三機啊 難道我會告訴你 買個五檔以上 買個十檔以上嗎 對 資金一套 怎麼發揮最大的火力效果 我很清楚啊 我看我看不看不 你每天鎖定我的節目 應該很過癮啊 大盤給你方向跟車位應用 方向對了 車位再對 這個盤要賺錢 不會太難 12月5號 這檔蘋果無線充電供應鏈的集合股 我說趁它回檔啊 跌喔 245 連續5跟黑客棒 來到缺口就要支撐可以買啊 因為我講過嘛 以後有線充電的 会被无线充电所取代 这是一个趋势 这档股票敦然 12月5号 可以买 12月7号 敦然 黑街棒 再低接 趁它回档跌的时候 我带你买 尤其12月8号 来到本波段的低点 又是黑街棒 还是低接 连续三天 敦然都没有涨 我告诉你低接 凡事等操作 喜欢再跌的时候 带会买 风险比较低 利润 你今天当然看得到 因为今天敦然表现 也是比大板强 涨到42.75了 这档股票 12月5号 来到缺口支撑 40.95 买得到吗 一定买得到 那12月7号 收41 黑街棒 一样再低接 没有错吧 那12月8号 来到本波段的低点 最低39.8 收盘40.95 还是低接 所以在41 附近 一定都买得到 三天 所给你操作经理 没有胡乱去追 10月5号 收盘40.95 来到缺口支撑 站在买方 10月7号 41 低接 10月8号 最低39.8 还是低接 当天所告诉 会员的口训 10点45分 敦南打入苹果 无线冲钉的供应链 工作者趁跌 40.3附近还是买 没有错吧 当中交易在40.25 你去对是对价 所以逢第一层接 是我带领会员的一个操作 跌啊 买啊 买了之后 今天敦南股价表现就还不错 42.75 红K棒啊 你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经营 对你来讲 比较物操所值 这都是盘中 告诉会员的一个买进的位置啊 既然会带进 未来一个带出的一个获利资讯 你想跟的 好好把握一下 今天有一档股票 表现相当不错 基本面很亮丽 11月营收精英度的新高 这档股票 三角形收令形态突破 今天买啊 收最高啊 量还不错啊 所以你看到 我们给你的 是有基本面 对 有形态 有量价 虽然 有时候我会把股民盖起来 价位遮一下 目的只有一个啊 保护会员 尊重会员的权益啊 但是 我操作的股票 绝对不是无中生有 绝对不是无中生有啊 你自己看一下 这一档敦南 虽然 股民价位我有遮一下嘛 但是 我有用立可贴 贴起来什么都不让你看吗 没吧 整个敦南的一个完整K线 我让你知道 它的基本面 我会讲解得很清楚嘛 技术形态的一个买点 12月5号告诉你啊 遮起来没有错嘛 目的 让我们会员 要有所不一样的感觉嘛 会员的心声 我总是要尊重啊 因为他们最挺我啊 我当然要给他们 最好的报酬率啊 所以12月5号的敦南 有遮起来没有错 但是 你所看到的是 我们会公开 我的买进的讯息吗 10月7号 敦南在低阶啊 12月8号 敦南还是低阶啊 那低阶在什么位置 你刚才有看到吗 低阶在40.3嘛 没有错吧 没有错吧 这三个交易日 41以下一定都买得到啊 抹股一下嘛 12月8号收盘40.95嘛 10月7号41嘛 12月5号40.95嘛 我们带领会买进的一个位置 大概40.3嘛 这样OK吧 所以我希望在 目前台股 在低档期的盘旋过程当中 其实 它所伴随的 是一些个股 还可以逢低上车的机会 你自己把握一下 谢谢啊 再回到姐妹的现场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有目 三 稳住 抓住住下 更多防灾厂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巴菲特 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金钱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成通投赋 拥有股票 期货 双制造 带您领先动资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通投赋 值得托付 赢了2752 5868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 精心著作 暂时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想自己成为操盘手的 最佳力气 一出带手 受用无穷 可以跟不打 入区针线 明儿2752 5868 2752 5868 平常工作时 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触觉一切嘈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球有online 额排气密窗 西台北最浓的人文鲜养 古亭站350米 双节运生活圈 首创健康节能双科技 十项顶级精品配备 顶家生活智慧宅 23-30平 2397-1668 2397-1668 欢迎来到节目的现场 今天康控 收盘 收368 离我上礼拜四的卖点 417 大概差了50块钱了 会不会卖股票 有没有差很多 你自己看一下 上礼拜四的卖点吗 康控停在420不动了吗 所以417先卖一趟 很重要的卖点 当着价位在419 一定卖得掉 所以417不卖 他就有连续的黑黑棒打下来 打到368 50块 所以这通 投讯到底价值多少 就看你多少资金来跟我合作 如果你有能力买10张的话 价值大概50万 所以整个康控的一个基本面 到今天为止 其他都没有改变 因为当时候 他回档修正 跌到12月12号 这样跌了247块钱 你所看到10月1周 再创利率新高 年车率高达187% 所以一档股票 基本上没有改变 股价经过中期的回档修正 关键转折买点 你想不想跟 已经整理7天了 接下来 当然有机会8天转折向上 所以跟你做完预告之后 接下来隔天做执行买进的动作 回档8天转折买点无线 我就会带你买 我就会带你买 买在378 很清楚的抠讯 都跟你对视对价过了 当时在376.5 我告诉会员378买 买了之后 当天亮灯 收盘410 378买 当天可以赚32块钱 那隔天呢 隔天呢 礼拜四 大门反弹了67点 康控停在420 420没办法过嘛 因为礼拜三买完之后 涨离买的附近是421嘛 所以停在420的康控 没办法过的情况之下 417再卖一趟 10点03告诉会员 经过7分钟 10点10分 康控乳价419 417卖得掉吗 我给你7分钟的时间 可以卖在417 7分钟啊 对吧 应该买出去吧 手脚应该没有那么慢吧 417一定卖得掉 卖完之后 打下来了 打到383.5啊 差了快33块钱 什么价位可以低接 礼拜三七六耶 越差是越多耶 该接回我当然会接回啊 如果不该接回呢 我也不会轻举妄动啊 看准了才会出手 我们给你资金的一个效用 就是当然要集中火力啊 我刚才不是讲过吗 同一套资金 如果这套资金卖掉了 如果有更强势的捷股 我们就买别档啊 那如果没有 康控该低接再低接回来嘛 所以你不用去担心 你的一个资产如何配置 我这边会全程帮你做规划 对 整套帮你做 完整的一个妥善处置嘛 包括你现在 有什么任何持股的问题 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你就交给我啊 对 新京会员 你手中的持股都让我知道 我才知道要帮你们 怎么调整持股 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嘛 这是我的责任啊 我的义务啊 所以不用客气 你持股什么问题 搞我 我帮你处理啊 是不是 所以呢 康控 你看一下上礼拜四 这个卖点这么重要 礼拜四卖在117啊 这样可以赚39块钱嘛 从378到117嘛 39块钱啊 还好有卖啊 不然本来可以赚39块钱的 变小套耶 今天剩368 我买在几块钱呢 我买在378啊 你如果117没有卖 你今天是变小套10块钱嘛 所以呢 怎么带进的 怎么带出的 我这边的苛讯很清楚 你跟着苛讯一起来动作 相信我给你的 是一个趋吉避凶的一个架构 该赚利润 我会带你赚 该避开的风险 我一样带你避开 上礼拜四 跟你预告的这档文贸 营收经济度的新高 连成效率高达73% 回档三天 跌下来可以买啊 上礼拜四台股好啊 他表现不好 那是因为他领先大盘创新高啊 所以操盘有一定的节奏啊 看得懂 看不懂 就看我今天文贸 买得够不够漂亮啊 上礼拜四就告诉你 跌下来可以买啊 今天文贸9点24分啊 营收新高 回档五天叫转折啊 288附近买 当初交易在287 你是对是对价 288你跟我买穩帽的 你会很幸福 因为今天的一个收盘305 现买现赚17块钱 买个10张17万 这是我今天一个动作啊 所以呢 这一档11月营收 晶能度新高的机油股 你看它的形态 你看它的量价 今天收中藏偶 今天你跟我买 买在这边 形态突破我就进场了 收最高的 有基本面 有量价 有形态的 相信这档股票给你破断一轮 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需要跟我一起来掌握的 不要客气 真的盘是目前在低档区 仰空 右空的阶段 随时多是你的机会 你自己务必把握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贫固 并自负 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